含碳酸的这种饮料 就是你正常的适量的喝 其实还好 就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固执受松 但是如果你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替代了水去喝 因为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它里面还有碳酸呀 还有磷 对吧 可能有些还含有高糖和咖啡因 它都会影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骨代谢 会引起这个骨护受松的改变 其实喝奶茶这种高糖的饮料 也会引起这个钙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改变 也会引起这个骨护受松 咖啡跟茶叶 它里面含的这个咖啡因 也会引起咱们这个骨代谢的一个改变 引起这个骨护受松 所以通常就是说适量没问题 比如说你一天你说我喝一罐 喝一杯咖啡 这个没问题 那你比如说我一天就是以咖啡 或者是以碳酸饮料都代替了水了 这样喝肯定是果凉的 如果你吃饭 是不是这个钙不太够了 这个时候你辅助吃一些钙片 这个是什么没有问题呢 但是如果本身你就是已经诊断了骨护受松 那你单纯吃钙片 这又是不够的 你可能需要去门诊看看医生 很多家长说是我孩子身上发育期 我给他多吃一些钙片 是不是能有助于补钙呀 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适量 吃了更多的钙 可能会引起一个 泌尿系统的结石 对吧 造成一个肾脏的负担 现在青年上得这个病的挺多的嘛 20多岁小姑娘 她就会出现这个骨肉疏松的症状 很多这个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她为了减肥天天吃素 不吃肉 不吃鸡蛋 不喝牛奶 对吧 然后呢天天大量的去喝这个含糖量高的饮料啊 这也是这也是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 还有就是天天坐办公室 不去参加户外的运动 不做这种有负重的这种体育端链的训练 你这样长此以往会引起一个骨护受松的改变 早期的骨护受松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 那随着骨护受松的逐渐的发展 可能会出现一个腰腿的一个疼痛 那么还有一个牙齿的松动 那活动多了以后可能会有四肢关节的一个疼痛 还有一些就是形态的改变 以前我背挺的挺直的 我发现这两年逐渐的驼背了 这其实都是骨护受松的症状的一个表现